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四 明天应该是西总理滩的联邦法院的法官叫坎贝 贝卡 他是川普任命的 他来决定是否来设定一位特别监察员 这是川普提出来的 特别监察员 监察整个有关对文件搜索的问题 对文件这种分检跟检查的问题 左派媒体造假 真的是造假 美国利用他强大的宣传的说法 在我眼睛里看起来是FBI的人故意泄灭 所以现在是FBI跟司法部完全以个人的感情问题 恨川普的感情问题 在透过这样的媒体跟他们掌控的东西当中 在配合着对川普进行攻击 所以FBI司法部联手假媒体在公开场合下攻击川普 以不知道什么人泄密的 以听说的 以来自于不同消息来源的这种借口 那这个东西就越来就越像中共国的环境 越来越像 所以我们的环境叫爆料 大家爱听爆料 我说真正制造材料都是耗子 正经人不会是这样 所以他的手法基本是这个手法 那FBI做法只不过是受控于这种环境跟体制 就是美国的环境跟体制 如果说真正真相的氛围环境呢 FBI跟司法部肯定输定 就是他们这一波掌控权力的人肯定输定 但是他的输呢 会输得光不流调 什么都没有 会输得干干净净的 原因就是他给顶满了 这个他是一个在时代的背景之下呢 只有生死的选择没有再来的可能 只有生死生灭的选择没有再来的可能 生也就是一个生机 就是一个生命延续的机会 就是一个survive 一个幸存的机会 那灭呢就不会有再生了 现在其实对于美国的社会 很多环境是同样的 那昨天晚上针对明天法官要审理这件事情 司法部就讲出了他的理由 那针对几个理由呢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搜查海湖庄园 这是提供了一张照片 我在英国的每日电讯呢 就几乎把照片就都用上了 我们用的是纽约邮报的 对不起 Newsmax 所以这张照片是意思就是文件 川普的文件 打了机密的文件 撒的满地都是 太过分了 我觉得太过分了 意思就是川普的文件呢 铺的哪都是 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 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你看这是机密文件 那是顶级的机密文件 都打着标志 这是宣传 这是宣传 我没有否认它是真是假 我没有资格 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你的东西 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时候 当你的FBI跟司法部 以那样的理由进行搜查的时候 当你自己带队做这件事情的人 被你自己干掉了 是因为他恨川普的时候 你自己把自己洗清楚 洗什么怎么洗都成 因为没有人信你 正常的人不相信你FBI的 这是基础 当你越不 你已经不被相信了 你已经不被接受了 那前面又有亨特电脑盘的故事 在前面 当对称在一起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 所有人都会说 你是摆拍的 你是死马当活马医 你是一只死号 让我说 我也认为就是 很简单就是这么道理 就是你剧本呢 请到好莱坞的写的 然后呢 你又不愿意多花钱 因为你们都是贼 自己的钱都当钱 别人钱都不当钱 所以你们贼 所以又不愿意多花钱 剧本写的比较粗糙 活太糙了 活太糙了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张照片 说川普把文件撒了哪周市 另外呢 说从川普的办公室里面 办公桌里面 搜出了很多顶级文件 所以川普移动了文件 川普移动了文件 但这些说法 他们都有一个背景 就是川普有权 是否有权解密这些文件 那 FBI就说 他没有权利解密这些文件 对不对 但他们只字 完全回避了总统记录法 大家一定明白 他们全都不去谈 川普的做法 是否符合总统记录法 全都不谈 这个故事就变成这个了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 走替台的 前头穿衣服穿成 下身 女孩子下身穿成 这么大一块布 我就说这三个手指头 已经大了 真的已经大了 上头穿 上头穿自己的衣服 穿成真块一块 这就是今天的FBI 我就穿衣服 我真的穿衣服了 谁也不能说我没穿衣服 是谁也没说你 不能穿衣服 如果你FBI的人 去看这样的踢手 带着你老婆 你说你老婆 是不是得 从中国进口两把 一把王小全 张小全一把王麻的剪刀 逼疯了 非得剪你不可 那你会跟你老婆说 谁让你长成这样的 我对你已经很不错了 你FBI的这些男人 你敢说吗 但你们做这个事情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我说的意思 这是一种价值观的 就是生命价值观的衰败 自然的表现 他不认为那是丑 他会把任何其他人 对你的评价 对这样行为的评价 认为是丑陋 对不对 在那看替台 看女孩这么出来的 这事 哈拉了下来了 你怎么那么丑陋啊 你怎么哈拉了下来了 废话 他能不下来吗 开什么玩笑 二爷子他都下来了 甭说这个了 所以这是 我讲述的意思是 社会的崩溃 完全的崩溃 完全的崩溃 那他们是在民主 保护民主 保护自由 保护公民权利的 一切正当的理由之下 成为了一种 纵欲的过程跟表达 所以这是 这是他们申诉的理由 在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否定了 川普的总统记录法 就是他们无权解密 那从而到 而且他里面细节是说 川普的律师 阻止了布兰特 就是六月份 美国司法部的情报的 反情报科的科长 和三名FBI的人 阻止了他们 去打开那个盒子 和在储藏室里面东西 而川普在我们早期的节目中讲过 川普说 我带你看这些东西 打开这些东西 然后对方说不用看了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所以正是围绕故事 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所以我们是第三方了 我们不知道现场的状况 对不对 我们看到 今天看到的是 司法部跟FBI的欺诈 以自己的权利 而且他们自己 已经承认这份欺诈 因为他们把另外那个人 给fire掉了 而那个人却主管了整个 是那个人牵头 写出了报告 引导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所以基本上就这么个报道了 司法部指责川普团队 调查期间移动了机密档案 就拿出这么张照片 这是证据 所以因为司法部在六月份 司法部在六月份 到海湖庄园之后 确认 认为川普故意隐藏和掩盖 相关的文件证据 从而促成他们 8月8号采取的行动 基本理由就这么个理由 文章写的蛮长 他的目的就是 否定川普拥有权利 去申请一位特别的监督员 大家要明白 那个特别的监督员 针对的是从海湖庄园 拿走的文件 而不是今年1月15号 1月10几号所送去的那15项文件 而网上充实了评论 都是因为大媒体说 那川普寻找有关特别的监察员 已经失去了作用 因为司法部已经几乎浏览了所有文件 就公开这不叫撒谎 这叫业务水平低下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块肉烂到了 烂到了绝对的状况 而在这篇文章里呢 他有另外一段故事就提到 基本我都跟大家讲过了 另外一段故事提到说呢 有33项文件 这是令我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的说法 怎么会在这呢 联邦调查局随后额外搜查中 拿走33个箱子和其他文件 到底是拿走多少 27个 11个 现在又出了33个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 大家眼睁睁地看 跟我节目看下来的 很多朋友都经历 我跟大家解释过 就多少 拿走多少盒子 拿走多少箱子 就一尖说一个样 福克斯新闻网 英国的美人电讯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 Newsmark 一人说一样 拿走多少盒子 不重要了 我们看到的故事 也真的不重要 因为你要这么走的话 只有把读者给走疯了 因为现在是信息膨胀 信息膨胀的年代 就是欺诈的年代 掩盖真相的年代 真相永远是简单的 你不信 你读圣经是不是简单的 佛经是不是简单的 念个佛号就成了 你到了禅宗那儿 连话都没了 是不是 信息膨胀的年代 是掩盖真相的年代 川普针对这个 就是这件事情呢 就直接 今天早上做了回复 无论核电发生了什么 FBI司法部早些时候 向媒体泄露了这个词 就是他就去嘲讽满地的文件 满地的文件 然后说可怕的是 FBI在这个海湖庄园 袭击的过程中 随意把档案扔的满地都是 然后假装是我做的 这就刚才的照片 所以把文件扔的满地都是 我只能说那张照片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然后开始给公众拍照 那以为他们想让他们保密 幸运的是我解密了 所以川普强调是解密的问题 川普真正强调是解密的问题 那紧接着他提到说 这是前后有时间差 8月份炎热的下午 这是指8月8号那天 FBI退休的人那里 被老板尖叫和嘲笑后 走出了总部大楼 然后像器上电脑一样 从地狱中开火 对不起 他不是到海湖庄园的 这是8月28 应该上个星期五 8月29号 主导这件事情的 FBI的那个人被开除的 就是被开除的那个场景 川普讲述的是这个故事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中 那就看明天法官是怎么样了 但法官怎么样 在我眼睛里 其实它已经变成了过场 这变成了过场 这不是结论 结论已经出现了 我以为真正川普赢了 FBI跟司法部呢 他们两位老板赌尽了自己一生 应该是赌尽一生了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真的是监狱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尽一生